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续假日 业者恐怕无法配合交通部的加班输运政策 客运业者秀出劳动部和交通部发出了公文 要来说明现在碰到的困境 从八月起 劳工只要连上七天班就违法 引发客运业者的反弹 业者说一旦政策上路后会造成重要假日 派不出驾驶 民众可能无车可搭 这个减班这个决定是OK的 因为这个算是多少要照顾到劳工的权益 像一般搭乘者会觉得说我没有更多的选择 他们通常都是一个人的时数会变很长 那现在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中间看是在哪里交替的话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业者表示目前客运驾驶已经人力不足 至少缺一千五百人 未来可能扩大到缺工三千人 加班费成本也将年增两到四亿元 为了不违法从八月起每逢周日将减班至少一半 部分路线周日因无人开车得停驶 另外中秋连假以及未来连续假日 客运业者恐怕无法配合交通部的加班输运政策 加班的话就是用第七天第八天的人力过来加班 以往都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不行了啦 现在六天晚以后第七天都要让他休息 所以变成说我们在人力调派上是没有弹性的 我们也不敢也不能加班 因为立假日是不可以给薪水给加班会去加班的 业者要求劳动部将客运业者纳入劳基法三十条之一 变形工时行业的范畴 也将在本周四向劳动部长郭芳玉当面成情表达诉求 记者五十一林国黄王兴中特会报道 争议多时的美和事案 仲裁结果已经出炉了 建商日盛生公司必须要返还台北市政府新台币33.5亿元 而日盛生是表示深感失望 台北市长柯文哲则说 只希望把这个老问题要尽速的解决掉 捷运小壁谈连开案美和事争议 历经两年多的仲裁 结果十一号出炉 仲裁庭判决台北市政府权益分配比例 有百分之三十点七五 提高到将近百分之四十五点五 等于日盛生公司必须返还北市府 新台币三十三亿五千零八十八万元 民国九十六年双方之间就已经协商定案 现在仲裁结果却推翻企业和政府间所签订的契约 他们深感失望 本公司对此仲裁判断深感失望 然后也会提近期的董事会 做成决议再跟大家做报告 民国九十年台北市捷运局与建商日盛生 签订美和事联合开发案 民国一百零一年北市府遭监察院纠正 认为美和事案低估土地成本 高估建物成本损失新台币一百亿元 并谈合前捷运局长长齐德 与前联开处长高嘉农等人 民国一百零三年北市府重新建架 要求日盛生返还76.9亿元 日盛生不服提起仲裁 对于仲裁结果 昨晚反抵国门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这场仲裁案已经耗损太多市府的力量 只希望尽速将事情解决 我想我们会在内部讨论下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我们是不是将把这个事情结束掉 因为我们上任以来一年半 花太多时间在解决以前留下的问题 我觉得损耗太多我们往前进的力量 上任一年半以来 柯文哲誓言要打大巨大案及美和案等五大案 对北市府来说 现在虽然只追回33.5亿元 没有达到预期 但也算打了一剂强新针 记者综合报道 未满20岁青少女怀孕生子的情况 仍然非常严重 根据国民健康署的最新统计 去年未满20岁生子的小妈妈当中 最小的只有12岁 还有49个人未满15岁 总共生育出3230名的新生儿 小孩生小小孩的情形令人担忧 国健署统计 去年总出生通报21万多名新生儿当中 有3230名新生儿的母亲 是未满20岁的小妈妈 其中最小年龄只有12岁 49位未满15岁 每天平均有大约8.8名婴儿 是未成年少女所生 虽然去年的生育数相较2004年的 7516人降低了许多 不过死产率和早产率 比年平均值高出了许多 妇产科医师观察 许多小妈妈都是到怀孕28周以上 才来看诊 因为发育未成熟 容易发生早产 生长吃饭等情形 未来也容易不孕 在营养知识不足 怀孕的知识不足的情况下 容易早产 胎儿长不大 甚至有流产的风险量很高 对此社佛团体认为 家长和校方应该加强 青少年性教育以及咨询的管道 亲子间平常就要多沟通 除了教导她如何避孕 如何拒绝对方的要求之外 也要有情境上的演练 让青少女知道如何防备 很多是生活上的演练 事实上我们也会希望家长有机会跟孩子谈及这部分 因为你普通我在谈的话 当她发生一些状况的话 她比较有可能会跟你求救 而福联盟呼吁 青少女如果不小心怀孕 可以打卫福部的未成年怀孕求助专线 许多医院也设置有青少年轻散门诊 协助解决问题 记者陈嘉欣 张子佳 台北报道 马祖蓝眼泪的秘密终于解开了 海洋大学经过了多年的研究确认 蓝眼泪发光体当中的一种就是夜光虫 而未来还将朝向发布蓝眼泪预报 以及繁殖夜光虫展示的方向 希望能够协助马祖来推动蓝眼泪观光 蓝眼泪是马祖重要观光资源 不过到底是什么生物发出蓝光 海洋大学海洋中心研究后确认 其中一种发光体就是单细胞的夜光虫 经过我们的单理出来的细胞 我们现在已经证明它是夜光虫 我希望半年后我们可以跟大家讲说 到底发光的有什么生物 不单单是不是只有我们现在发现的夜光虫 有人担心蓝眼泪如果是藻类代表水质不好 事实上夜光虫生物分类是运营性窝边毛藻缸的夜光虫类 画面上一点一点的白点就是直径大约0.2公里到2公里的夜光虫 透过显微镜可以看到 夜光虫用边毛捞捕细菌 藻类当食物 它不单对于压制藻类生长有帮助 还是生物链的一环是丁香鱼的食物之一 海洋中心还希望未来能针对蓝眼泪提出预报 那目前来说我们可以知道说它对于细枣跟绿枣呢 它是比较喜欢的 为了马祖为了观光我们会去做一件事情 我们会去了解说它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去 那为什么来为什么去 这个基本的研究我们会做 夜光虫每次发光时间不到一秒 非常的快亮度也不高 大部分的蓝眼泪照片都是相机长时间曝光而成 至于蓝眼泪是否还有夜光虫以外的生物 海洋中心将会继续研究 但可以确定的是海洋中心已经成功繁殖夜光虫 未来将在不影响现有生态的前提下 另外用展览的方式让民众可以更方便的看到 夜光虫的蓝眼泪 记者张志雄林志坚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